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由内政部营建署与日盛生公司兴棒的福州合一住宅,原意是希望降低年轻人买房负担,但有民众检举,合一宅被有新人事滥用,违法隔城套房出租,获取不当利益,违背政策本意。 公务局表示,针对室内装修位申请,已要求屋住限期改善,市议员黄俊哲表示,建筑物增设两间以上厕所,浴室或居室,造成分间墙变更,或楼地板垫高者,需向市府提出申请,近来他接获陈情,福州合一住宅有住户将房屋不当装修,隔城多间套房,可能危害建筑物结构,侵害居住安全。 黄俊哲认为,中央兴建和宜住宅的目的,是为了让买不起房子的年轻朋友减轻经济负担,因此营建筑已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,如今却遭有新人事不当滥用,他要求主管机关检讨,提供真正有需要的民众申请,保障居住正义。 公务局表示,该案违反室内装修规定,市府已依建筑法要求屋住现期改善,为者将财罚6万元至30万元,至于福州合一住宅能否隔城套房出租,涉及当初内政部营建署制定的成购条件,主管机关为营建署,市府将发函询问。 。